小孩子長大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小孩子長大之後 我會怕他在外面 會受到人家的欺負 我會想說我先學一點 那時候我小孩子還沒上小學的時候 我就下定決定說一定要學中文 雖然家裡很多事要忙碌 但是時間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自己安排的 所以要我的小孩不要受一些委屈 要不然他會太可憐了 所以我會信恨他 所以我先學一點中文 然後就可以順便陪伴他做功課 或是對我自己也是用處很多 我自己出門的時候 幾乎可以簡單地看得懂中文 第一點就不會被人家騙 第二點是我們可以 基本的資料什麼我們都可以填寫 都可以自己來不用麻煩人家 但是你覺得有點比較可惜 是你孩子不想學越南語 對 我小孩子真的我很氣這一點 就是說現在很多年輕人 就是想要學粵語 然後到越南那邊發展 然後人家還花錢出來學 然後他們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好的媽媽願意教他 家裡的老師 24小時都可以學 家裡老師願意教他 他不肯學 因為他們就是從小沒那個環境 就是我們原本就是小時候想說 要丟回去越南 讓他學一點越南語 然後長大之後 就是因為那個以後他就用得到了 但是我們就是心疼他就是 因為兩個太少了 就是有一點點捨不得 然後因為那邊的生活環境 那個算是衛生不像台灣那麼好 我們家的人就比較會注重這一點 又怕去那邊吃到不好吃 不好東西拉肚子等等 虛菌什麼的會考慮比較多 我就下不了決定 就是沒丟回去 現在覺得可惜 那你自己心情上呢 因為你一個人在這邊 家人還是在越南 想說話的時候有人可以說嗎 其實是因為我是沒有說話的對象 是因為另外一半就是我先生 他比較不喜歡話太多 因為有的男人 他不喜歡一天的晚都聽你抱怨等等的 他不願意去讓你倒垃圾 應該是這樣子講 有的人會體貼說讓你講 講完就沒事 但是因為老公的個性 是稍微有一點大男人主義 那他覺得是終點的 你怎樣講就好 你講那麼多都是廢話 乾脆就不講 對 我們講最多他就覺得廢話 對 但是他不懂女人的心理 女人就是要講出來 然後就是把垃圾倒一倒 情形才會愉快 那你怎麼辦 怎麼抒發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找比較 就是可以信任的姐妹 就是門同伴的信任的姐妹 可以就偶爾約一約 然後講一講 大家聊一聊這樣子 對 我覺得他還蠻會自己拍錢的 我覺得他們其實最辛苦的地方 可能就在這 我是剛聽就一直覺得很像那種 你還不太懂另外一個語言跟文化的時候 就不小心進一間外商公司上班 然後就蠻惶恐的嘛 那我們的文化又有一種現象就是 很容易分自己人跟外人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可能外來的媳婦女性們 其實最辛苦的就是 你如果要變成台灣人的自己人 那某種程度 有時候你要割捨你自己的好朋友 你就是不要跟他們在一起 然後去接受當地的一個文化 可是如果對他們來說 像跟本地的女生講 他們哪懂這些心情啊 所以有的時候有同鄉的姐妹 其實蠻重要的 對 所以我們有遇到比較好相熟的來的 然後我們會很珍惜 然後但是台灣人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怕我們會學壞 就是不喜歡就是去外面 隨便交朋友 好像自己就是製成一個小圈圈 對 會很難管 台語就是不要去跟別人學壞 這樣啦 老朋友都會這樣 都有這個觀念 不過現在時代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會將心比心 我們能體會離家北京的心情 那我們互相鼓勵 互相分享 然後就是我們就是會越來越有勇氣 會越來越堅長這樣子 現在不一樣了 對 不是說來教朋友 就會教壞朋友 越南那進步 我們台灣人觀念也都在改變